大家好,歡迎回到十七系列 尖沙咀名店林立,酒店亦不少 今個星期楊小編就要來回訪其中一間 事隔兩年再來檢驗一下它的自作產品質 今天來到的就是位於港威酒店三樓的Free on Canton 上一次來的時候體驗不錯 不知道餐廳可否保持到水準呢? 我們許用的自作午餐十二點開始入座和用餐 未夠鐘都要在外面等等 當日是星期六,以外地不算特別多人 所以楊小編亦都可以慢慢拍攝 順便和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拍入眼簾的是海鮮區 包括雪長蟹腳、龍蝦鉗、凍蝦 還有兩款青口 有蟹腳當然少得我們的蟹腳殺手楊小編 這位楊小編都自問好喜歡海水味 有時其他楊小編覺得鹹的時候 他反而覺得剛剛好 但今次就真的完全不行 連這位楊小編都被KO 非常鹹 完全是鹽水浸蟹腳的感覺 想試到蟹本身的鮮味都好難 更加不要說要多吃幾條 就著這個層面來說 其他海鮮相對會比較容易入口 但這就不是他們很好吃的意思 只是對比之下 你會寧願多剝兩隻蝦 吃多兩隻青口 都比不斷灌海水入口 海鮮區安康無望 唯有看看其他冷盤 有不少classic的款式 例如一些cold cut 以色肉腸、沙羅味腸 Balmaham配蝦蜜瓜等等 另外還有煙山明魚 Emento Brie等等的芝士 或者調配好的宿米沙律 紅菜頭沙律 蘋果沙律等等 這些味道都正常 只不過又不至於說會非常想安康的程度 來到日式區域當然就有刺身 包括吞奶魚、沙文魚、白鮮魚、醃魷魚和玉籽 新鮮度不錯 但味道就比較淡 不算太肥美 另外還有雜錦壽司、蕭麥冷麵 以及喜歡的日式前菜 例如是白鮮魚、海帶卷、鑼肉和中華沙律 下一個部分我們來到熱食區 先會見到一個自助粉麵corner 分為東西兩色 西式就自然是說意粉 有紮肉、蕃茄、洋蔥等等的配料 可以選擇長通粉或一般的意粉 至於為何是東色而不是中色 就是因為湯底除了清雞湯之外 還可以選擇垃圾 而配料就有人參粉、洋蔥麵 各款軟類、菜類等等的選擇 無論你是選擇什麼顏色 都是自己配好配料 拿給廚師再等一會就行 來到這裡我們順便看看試日湯品區 中式的有粉葛糖排湯 正常發揮不過不失 西式的就是洋蔥忌廉湯 質感很creamy及濃厚 但又不會太膩 楊次編就覺得這個比較好喝 接著大家會見到一個甜品區 我們先跳一跳轉個彎去看看其他熱食 最近我們這邊會有一些中式美食 例如茶葉蛋 雜菌爬冬瓜 蜘菜炒牛肉 紅燒豆腐 椒鹽雞鼻菇 南乳燜豬手 椒鹽豬扒 雞粒炒飯 還有幾款點心 包括燒賣 粉果及迷你臘腸卷 這個臘腸卷超級之鹹 食到楊少偏塞住了半個肚子 不過撇除這點 這裡中式食物的選擇都多 如果跟老人家一起來 他們亦都不怕沒東西適合吃 至於小朋友之選 就有炸雞 芝士腸 薯條等等 大人就可以拿回麵包 配黑松露車打芝士醬 只可惜養小偏就完全不好黑松露 下一站就是韻式咖喱區域 有魚 牛肉 雞心豆 雞肉等等 可以配印度米 薄餅等等 接著就來到最期待的牛扒station 見到廚師切這塊燒沙蘭的時候 手起都落 毫不猶疑 就切了厚厚的一塊 心想一定是很好吃 否則不會那麼豪爽 切到漢堡那麼厚 後來才發現原來正正相反 可能因為肉質太硬 怕沒有人encore會浪費整塊肉 只好每個人都給多一點 但這樣無論是要切開 還是咬 還是吞都很高難度 希望廚師下次可以考慮切薄一點 旁邊的蜜糖火退扒 楊小偏都像精色的拿了一塊 失望程度就沒有牛扒那麼嚴重 因為本身都沒有什麼期望 大家都可以不用拿 而在牛扒旁邊的轉角位 就還有幾款歐陸美食 包括紅酒燴牛肉 以及吃完好漏的紐倫寶腸 楊小偏強烈建議大家 真的不要切太多 另外楊小偏還試了蝦多士 和焗雞肉酥 這兩款都令楊小偏深深感受到 何謂滿滿的麵粉 連裡面的食材都是一個粉團 加上他們都放了一段時間 那股油翅味都出來了 真是有少少後悔拿了 這款烤海鮮楊小偏就覺得很適合那些 不是特別喜歡凍海鮮的朋友 它種類都幾多 品質就不算是好新鮮的 比起冷的那些 但都至少提供了一個熱海鮮的選擇 看完熱食 我們回到甜品區 款式包括 紅爽莓朱古力慕斯蛋糕 朱古力蛋糕 燒糖濃郁芝士塔 椰子士多啤梨蛋糕 不同口味的林明頓蛋糕 黑白芝麻千層糕 彩虹千層糕 以及放在冰箱中的美式芝士蛋糕 石板街朱古力蛋糕 以及芒果芝士蛋糕 整體甜品的味道就一般般 沒有甚麼記憶點 亦都沒有特別好吃的款式 大家可以拿回多一點水果 例如是西瓜 白香果 西柚和橙 熱的甜品就有麵包布甸配雲呢拿汁 還有葡萄 旁邊還有一個雪櫃 裡面有哈根達斯的雪條和雪糕 雪糕是朱古力脆皮 所以特別濃和陋 而杯莊的雪糕瘦好甜 即刻不飽都變飄飽 最後飲品方面 吧桌那裡長期有位職員駐場 幫大家調配各種不同的飲品 無論是咖啡、熱茶 都有好多款式可以選擇 如果想要果汁的話 亦都可以在刺身桌附近那裡找到 有橙汁和紅莓汁兩款 大家自由取用就可以了 總括來說 今次食物的種類跟上次差不多 但味道就跟記憶之中似乎很大差別 不知是否因為這個原因 亦都令餐廳這一日不滿座 目測只有六至七成的入座率 可能大部份人鍾情下午茶 或者晚餐多一點 都說不買 其實你可以見到 Free on Canton的拿食物空間是很大的 一路走過去都是食物區 給你一個很豐富、很多選擇的感覺 當然它的款式都真的很多 但當你走完一轉吃完 再想去Encore的時候 又會覺得好像沒什麼特別想拿 楊小騙今次也是因為這樣 而硬吃了不少自己平時不會吃的東西 加上一些應該是主打的食物 反而比其他更失色 那就更加降低了Encore的意欲 所以應該都不會再有下次了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我們下條片再見